哈喽大家,早上好,不是,周五好,东哥,你这个后期可以美严吗? 美严美严,你觉得美美的,你觉得美美的,然后大家早上好,周五好,今天还在利亚,还在江苏的利亚,到了利亚,除了吃这个昨天的我们这个天目湖沙锅鱼头之外, 还有一个地方是必须要去的,就是南山珠海,南山珠海这个风景区是一定要去的,所以我们现在准备驱车前往南山珠海,对,出发,Let's go! 好,我们现在进入这个天目湖沙锅区,必经的这条路,叫利亚一号公路,这利亚一号公路是现在目前江苏为数不多的, 这种专门为这种景区打造的这种相间小路,很漂亮很漂亮 说示范所有人会由美丽的一本来的建议,原谷就是女儿共和派对的环境区, 我需要空的声音区,必经的这种相机,没有不三非两次的电端和给予年ny, 有一种相机的两份 Alexa声和开议明一本来的电端和香利和丁妖精准备的电端, 直接使用散开订阅神参与其难,而是可以开 tal的有关的帽子吗? 我觉得家企业的 sexy人会用得很容易出帮的电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停在了这个南山主海的这个停车场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南山主海的大门口了啊 没票在哪里啊 没票在哪里买票啊 你要到这边来选啊 选啊 对呀 因为它有好几个线路 你玩哪些啊 好的好的 一共几位 两位两位 上面是南山主海 下面是玩水的温泉 回程18公里是天木火水世界 有玩哪些 就是南山主海 主海是看熊猫还是看风景 熊猫和风景 两个山风 两个山风 那我们只能挑一个了 你要想两个山风 要玩四个小时 那来不及了 想爬山吗 不想爬山 那就去这座山了 这座山有段路要爬的 那就是门票 一进去先坐小火车 小火车下来坐缆车 看熊猫主文化 玩一圈 那会有导游吗 在哪里 想请的导游是300块钱全程讲解 好可以 然后再坐走到地面缆车下 这段路走一走 小鸟天堂各自广场 全程玩大约三个小时 好可以 下来停票还可以到对面二楼 吃个砂锅鱼头烫山 还免个全天停车费 这暑期的活动 成人是299亿票通 然后再请的导游300块钱全程讲解 好可以 这边买票 有什么特殊证件吗 现已军官退 没有 然后我们不要吃那个 只要买门票和导游的话 也可以的是吧 对因为我们昨天在那个那边吃过砂锅鱼头了 还有火锅 不用了 因为我们今天要赶到长洲 可以那就是一个门人的 两个人的门票 两个人的 两个人的大门票90 两个人的20块钱小火车 两个人的80块钱的地面缆车 小火车坐单程 再请的导游300块钱 对 手机号给我一个 136 136 014571 导游打电话联系你 他再进去大门口等你 好 直接就从这边就导游就找好了 对啊 因为都是一个公司的 大门大门小火车和地点 然后一个导游 对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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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去有微信支付 东哥不要跟我客气 你是来陪我的 我说导游 就刷这一张就可以了 可以了 这个票给别丢 确定手机号136 011 对对对 然后您顺路网上走 他再请去扇行大门等你 一会儿注意接个电话 好的 行 谢谢 好 门票也买好了 导游也找好了 我们现在准备去这个南山珠海 有导游呢 就是大家能就能听得更明白一些 对吧 就是毕竟我也是第二次来啊 第一次来很多年前了来过南山珠海 但是这一次来呢就找个导游 跟我们好好的讲解一下南山珠海 是吧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进入这个南山珠海 跟很多的旅游景点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他从售票处到这个正式的景区大门 这个中间 他其实有很多这种什么伴手礼呀 什么 景区的纪念啊 这些的一些纪念品啊 一些伴手礼什么的 什么南山珠海特产店 对吧 就是这些东西 一条街呢 这条街估计还挺长 今天这个运动量肯定是OK的 今天虽然我们不想爬山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这种运动量 就已经足够了 就绝对可以的 沪尚阿姨真的是哪里都有 老丽羊豆花庄 豆花米糕 疑心紫沙湖 这次如果去无锡 有机会带大家去一下疑心 我正在联系我一个朋友 我那个朋友家里面是做紫沙湖的 如果可以去他家拍 关于紫沙湖的东西 对 我正在联系 联系好了我们就去 联系不好 或者家里面有些什么情况 我们就这个行程就不去了 黑芝麻湖 我们走的对嘛 对的对的 这里这里 芝麻酱啊芝麻酱 芝麻酱芝麻油 南山出海 到底是左还是右啊 往左 这里吧 这里这里 这个火锅店开的挺有特色的 南山出海 古街 我就说吧 它一定是一个街区 然后连接着这个南山出海的大门 看啊 现在所有的绿色 所有的绿色 全都是竹子 所以它叫南山出海吧 出海就是里面全是竹子 全是竹子 两个人对 两个人是蛮好的 我举着蓝色的旗子大门口等你啊 蓝色的旗子啊 我已经到大门口了 我没有看到蓝色的旗子 好的 我这边过来了 好的好的好的 好 好 导游跟我们联系了 举这个蓝色小旗子 旅行团嘛 举个小旗子 不很正常吗 对吧 这个景区大门口啊 这个下面 这是山泉水吗 感觉水很清 从山上流下来的感觉 走走走 去找导游 去找导游 好 举着蓝色小旗子的 对对 就是这个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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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姓陈 好的 二龙陈 二龙陈 对对对 您不姓啊 我也姓陈 你也姓陈 二龙陈 你好你好 你好 好 我们现在到这个南山主海的大门口了 现在准备正式的进去啊 我们这位陈导游 我们这位陈导游 陈导游 带着陈导游 带着陈导游 陈导游 陈导游 我们走这里走啊 好 好 这个是进入生活还是你拍抖音 我们拍抖音和国外的平台 对啊 正好带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南山主海 都希望您多多介绍一下 那我突然就有压力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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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为家宾来到我们南山主海景区观光游来啊 我是两个的导游 我姓陈 我也姓陈 在本次的读过程中呢 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向我提出 我将尽量为您解决 好 那我们南山主海呢 是因为属于丽阳的最南村 高密百姓都管他叫南山主海 是拥有3.5万摩的毛主林 是竹子的海洋 3.5公母 3.5万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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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竹子的海洋 所以被称之为南山主海 南山主海 我们两个 左右两个的这些竹子呢 它都是毛主啊 毛主 对 就是它是笋子的时候 就是冬笋这个是吧 是那个大的笋子是吧 对 是的是那个大笋 可以发春笋的 春笋的 所有的竹子 它基本上都是可以冬笋 和春笋都可以发 嗯 可以看到这边下面有一段有笋笋的 可以看到吗 嗯 这个是今年刚长出来的竹笋 这个是今年刚长出来的 对 今年刚长出来的 今年刚长出来就这么大了 是的 这么大 因为竹子它本身是世界上最快的 掌生长最快的一种植物啊 嗯嗯嗯 它的一个最高阶段是在24小时内 八截 一米高 我看着那边有很多的这个酒坛 是什么意思啊 对 它是做竹筒酒吗 还是什么 对 前面里有一个男生竹筒 哎呦 不要猜对了 哎哎哎哎哎 对 果然 果然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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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是啊 我们买的是全部的呀 那单程小火车 单程小火车 我们就是一会走下来的话 嗯 嗯 要走下来 嗯 坐上坐车小火车上去 要么走下来这样 哦 那那可以在上面再补票吗 可以啊 啊对对对 反正 直接坐一下看看 哎对对 长度多长 这长多长 对 我我我东哥怕了 是不是怕了 怎么还是一点点难 是不是怕了 是在里面是包含了有一个 小的项目叫我们 小鸟天堂 嗯 里面呢也是有一些 珍惜的鸟类 还有比如说小鸟鸟 啊就是鸟物博物馆一样的啊 动物园 动物园里面只有鸟啊 小鸟比较喜欢 这个台阶一共有点 有点喘了吧 这个台阶爬的好像有点喘 他们走两步就有点喘了吧 怎么回事 啊 好棒鸟身体 对啊 啊 这个是在这边 比如这两位的一个美好 不愿望上高 9加1 是希望两位在生活中 能够 公共确实在身面 好 往下走的话 是9点1等 8分 就是希望您能够 就是这台阶的接触是吧 对 91级 91级 好 坐小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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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哇 来这边请啊 先给小小小小 好 原来转转转转转转了 我这 我这感觉我还没有开始我就要结束 太热了兄弟们 真的是太热了 等火车等火车 好 拍到了 这边上小火车 好 哎呀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视角挺好的 这个视角 好 小火车开动 啊 听陈导游说 小火车要开七八分钟就到了啊 哇 走过来至少二十分钟起步 我估计 二十分钟可能都不迟 你是说走右手边的散客步道走上去是吗 走到小火站的中间 所以我们下来 下来的话 下来的话 我今天上午走了一趟 是四十五分钟 哇 下来下来下来 我放弃 我放弃 而且我是闭头往前走 闭头往前走的 啊 那我们至少一个小时起 嗯 这个叫金虎 原先呢 是当一正福为了造福 就是这个湖 是吧 对 还有人在表演 对 手机特别最初的 还有表演节目呢 在湖上面 对 湖上面表演节目 这个金虎呢 它是原先1963年 它是当一正福为了造福移民 所修建的一个水库 叫陶生建水库 嗯 工当一居民饮用的 啊 就是可以喝的水 对 它是国家地表的水 现在的话呢 是作为金虚的一个油温项目的进口 嗯 嗯 这个 这个叫死亡角度 啊 本来就不是个旅行博主 是个美食博主 非要出来拍这个 旅游项目 真的是 难为我了 真的难为我了 所以一步路都不会走 放心 绝对绝对不可能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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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下面有一点点 那个 笋 笋 然后 整个竹子都有点发白的 都是今年的新竹子 是的 啊 这个就是新竹子 对 对 现在吃到了 到了 怎么辨别新竹子和老竹子 嗯 嗯 这是转地面缆车了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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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点位吧 随时用品带好 好 好 走 啊 啊 这里有那种锁道 这个是地面缆车 这个是架空的锁道 这个锁道 我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做了啊 再也不会做了 我做一次被人骂一次 啊 观众朋友说我下手 说我太没有素质了 啊 然后说我下他 啊 说我没有素质 说这个人太肤浅了 好看一下这个 现在在这种位置 稍后呢 我们将乘坐 澳洲女人终总统的电电缆车 到达居民村上一站 好 我们逛一逛 藏在深山无人室的基民村 看一看村省 他这个村落是有人居住的吗 以前 对以前是有人居住的啊 嗯 然后是明朝的时候 一些躲避战乱的居民来到 哦哦明白了 所以说他为什么叫藏在深山无人室 主要就是躲避战乱的 哦躲避战乱的 嗯对对对 对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还可以看到一个三点的舞视表演 逛一逛 充满知识点的中国幻乱 可以 好行 OK 好观众朋友们啊 这个 今天的这个视频时长 刚刚我们的小陈导演已经跟我们说了 就是基本上 我觉得应该是在40分钟到50分钟左右吧 啊所以大家做好准备啊 做好准备 哇走进这个里面就很凉快了 啊这个里面有空调 这里有空调 其实我在 其实我应该在七八年前我来过 我来过南山出海 啊也坐过这个这个地面的这个缆车 但那个时候的记忆有点模糊 哈哈哈哈哈哈 那是二十年前 那是二十年前 东哥你太太瞧得起我了 太瞧得起我了 哇我的天 做歌手的就是不一样 会说话 会说话 不但唱的好听 说的也好听 哈哈哈哈 好谢谢 地面男车欢迎你 这像走迷宫一样 啊这里也有空调 这里好爽这里好爽 这里好爽 哇这个空调 哇这个空调好爽 啊 这是最好的位置 摄影位置啊 啊对因为我们是往那个上面走 然后我往下面看的时候是整个 珠海啊可以可以 好开门了 好我站在这里 现在我们是面对这个墙啊 马上升起来 我们就起来了啊 开车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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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个那种后座的礼价 看看这里啊 我们小城导演跟我们说 这里是最佳的拍摄景点 鸡位啊 拍摄鸡位 最好的拍摄鸡 好看吧 等一会儿还有一个两车交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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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转了个小弯过来 有人到了 对 就是这一条线的路 没有什么不行吗 没有 好 好我们就到了 开始 从右侧 下车 出门时看好脚像 小心踏空 小心踏空 从旧侧 小心踏空 好 到了 哎呀 上来凉快 小心海溅 啊 上面凉快了 上面温度好像低一点 啊 这海拔多少啊 这边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啊 我估计可能至少有个五六百 上来的好 可能不止 没有这么高 但是温度下来了 温度确实下来了 你要买水喝是吧 到前面去买一起 到前面买一起 到前面买一起 这座山是比那边要低一点的 而且没有准确的数字啊 哦 那边有五六百 那边是五百零八 对 每年也在涨啊 哈哈 每年也在涨 去往的是鸡鸣村啊 为什么叫鸡鸣村呢 嗯 以前山上有块石头 这块石头每到半夜的时候 就会发出鸣叫 又响亮又透彻 当地人是以为山上有鸡神 每年还会在特定的日子里去 进山拜鸡神啊 其实呢我们要相信科学 并没有什么鸡神一说啊 嗯 是因为呢这块石头 它形状如鸡罐 在它鸡嘴的这个部分啊 和山峰形成了相对应的角度 就像是口哨一样 风声越大 那声音也就越大了啊 对 所以呢 人们也把这个村子去名为鸡鸣村 那跟鸡鸣寺有什么 没有啥关系啊 鸡鸣寺啊 鸡鸣村 我来过这里 我在这儿吃过臭豆腐 哈哈 我在这儿吃过臭豆腐 这边我们看到的是鸡鸣村的台楼 采用的是一个上木下石的结构 北方地区比较干燥 基本上都是纯木质 南方光雨水 基本上都是纯石质 这里呢降水也是比较风口的 采用的是上木下石的一个结构啊 来小心脚下 注意台阶 我记得很清楚我在这儿吃过臭豆腐 对 前面家有一个家动店 对 对 还在看呢 对 在看呢 非以美食古法之作 因为这里是地区公正晚三省交界之处 嗯 这里也是将三省交会地区的一些民间工艺 一些小工房和进出风貌 集中在此进行一个展示 请你小心脚下 再见 好 就很有那种江南古镇的感觉 这我前面什么三点钟有什么 武师表演现在已经开始了 现在已经开始了 我们去看一看 我看一看像中的 好去看一下 开起来是挺精彩的哈 武师 两位有现场看过吗 有看过有看过武师啊 对 他就是武师运动人 他就是武师运动人 他就是武师运动人是吧 对 这个体型一看 对 之前在夜问里面出演过 对 这里尾部的就是蓝湿 稍后会上妆吗 完蛋了 这个音乐又完蛋了 这个音乐又完蛋了 这音乐又完蛋了 好 我们这个武师表演看完了 因为这个武师表演 他一直在放着 咱们那个黄飞红的那个 那个歌 实在没办法 没办法放 没办法过 我们现在跟着小神导游 我们继续往前走 我们现在去哪里啊 我们本来应该是这样 绕过去的 走私塾那里 嗯 我们现在走到 那是因为有武师 所以呢 我就知道你不能拍 所以我就直接带你现在看武师 没事 因为这个是今天最后一场武师了 南山私塾是吧 对 南山私塾 三字经 这边我们看到的是南山私塾 是我们金迷村的守护 金先生 他拿出自家最好的房子 所收进的私塾 也就是我古代社会 一种看涉于家庭公族 我乡村内户的一种民间教育机构 说白了 就是古代的学校 但是建在这个山上面的这个学校 谁来上的 他专门请教授先生的 基本上我们在山上看到的这些产业 基本上都是他们家的 哦 那很有钱 是的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的木制结构都是以前保留下来的 是在一个原有的基础上 进行的一个加工修复 上方我们可以看到这块凉 叫冬瓜凉 冬瓜凉 对 它一套糊糊的像冬瓜一样 也是一套 一套糊糧之材 嗯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我们古代的孩子呢 他上课不需要学区房 对 不可报啊 他只需要向我们的同老夫子和这位江苏先生 磕一个头或做一个医 在经过先生的同意之后 就可以来到我们私塾里面上课了啊 那上课呢 就讲究一个长学和短学 呃 你们两位可以观察一下 这两色孩子他的穿着打扮 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啊 哦 这个一看就是附加子 对 这附加子 对 这就是绵麻 这个就是绸缎 对 所以呢 私塾里面的孩子 他分为长学和短学 这边穷苦人家的孩子就是短学 嗯 学习一到三个月不等 家长对他要求不高 只希望他能认识几个字 长大以后去店里面做一个跑腿的小二啊 嗯 那这边呢就是长学了 长学 一是指江苏先生他教练时间长 他得高望重 二是指学生学习的时间长 内容多 从正月十五一直到农历的十一月份 这个时间附加子弟他们就是 这些去着华服的孩子 就一直在学习啊 啊 家长对他希望可就高了啊 希望他能够通过科考啊 什么的啊 这边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 先生的书房 这边里面主要摆放的是 孩子们的一些启蒙读物 先生在这边教书 或者是在这边写写字 人不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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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岸台一看就是写那种很大的那种 字画的那种 小心点 好 刚刚我们看的是村守护他拿出自家最好的房子所修建的私塾嘛 嗯 咱们再去瞧一瞧 守护家到底怎么样啊 啊 去守护他家里面去 对去守护家里看一看 小心长相可以看一看 这是我们能去的吗 可以的 可以 所以现在基本上山上是没有原住民了 他们50年代以后就已经搬走了 全搬走了 对的 因为和平年代也不需要躲避战乱了嘛 对吧 山上的话也不怎么方便 这边我们来到的就是京宅的教厅啊 也作为一个门厅来使用 从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出 他们家虽然是村守护 但还是一个小户人家 大户人家他用面子的 他不会将教厅和门厅合并使用的 嗯 这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非常一个小巧的轿子啊 一是古代人呢身材比较僵小 二是因为这里都是山路 如果这个做得太大的话 那主人在里面做的就非常的颠簸啊 容易磕到碰到 所以就没有做的很大 这个太迷女了 他们真的就是以前的那个轿 对 这个迷女啊 真的是迷女啊 而且他在制度上也是有一个问题的嘛 嗯 如果说伪制的话 那这个就是太过于招摇了 哦 对 对 说的对 小心脚下 对台 这些椅子也是啊 对 看上去就是蛮有年代感的 旧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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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我们来到的呢 就是金宅的会客厅 也叫中旁 是用来招待贵宾的乘坐啊 嗯 那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八星桌和太师椅 那这个位置啊就是主人位 这里呢就是贵宾的上座啊 嗯 同时两个还可以看到有两个半圆形的鸳鸯和欢桌 嗯 那边还有一个啊 在对面那个小姐姐面前 这桌子叫鸳鸯和欢桌 婚商男人他常年在外经商啊 家里面都是老弱富儒 男人不在家就会把两张桌子分开摆放至两边 告诉门外的客人家里没有男人在 不方便见客 哦 这个意思 那如果说男人回来以后呢 又会把两张桌子合并 放到中间的这个位置啊 中间的这个位置 等门外的客人一瞧 知道两张桌子合并了 男主人 女主人都在 男主人都在 做客了啊 只是一种愧愧的党大 这边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个天井啊 嗯 郭州人认为呢 家有天井一方 子子孙孙兴旺 认为下雪是金 下水是银 将这个金银财宝都留在自家里面啊 实际上一个具台气的思想体现 那有的有个朋友可能会想到了 这个水都流到这里来 总不能比家里一样了吧 其实我们古代人非常聪明啊 他这个天井这一块呢 是中间略高 四周略低啊 这里 就往四周流 对 而且四周是均不有排水拱的 这个水会流到哪里去呢 流到他们家的后花园里去 这就叫做肥水不流 外人之铁啊 都是这么来的 是的 都是一个具台气的思想体现 那而且呢 我们这座金宅啊 它一般的住户都是讲究坐北朝南 对不对 对 他们家是相反的 坐南朝北 坐南朝北 因为北啊 在五行之中是属于水嘛 水招财 还是一个具台式的思想体现啊 所以它是首富 对 所以它是首富 对 所以它是首富 这个呢我们看到的是金宅内厅 主要是富裕生活子女玩乐的场所 女人在的地方 请你小心脚下这个台阶 到楼上去 对 因为昏州地区呢 它气候比较湿润啊 湿气比较重 所以呢 就将二楼作为一个日常的居住之地 而那个年代有这么一套房子 真的是算很富了 富有富有 我们脚底下走的这个廊非常的宽 它可以跑一匹马 所以呢 它的名字得名 走马郎 也叫走马郎 走马郎 它是回行不通着的 小心脚下啊 这边有一个门开 小心一点 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金宅公子的书房啊 像他们这样大户人家 更注重对孩子的教育 从刚刚的南山厮属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 对是 那个厮属主要是金家 为了他们家的孩子来创办的啊 是后来呢 四周八龄的乡气们 都想把孩子送到这边来戒毒 所以呢 才会搞得舒服啊 对舒服 对 那这种呢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属于金宅公子的私人会客厅 公子的私人 对公子的私人会客厅 只有非常亲密的朋友才能够上来啊 这三大块都是属于公子的 都属于公子的 对 公子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啊 那这里呢 我们看到的是一张满顶床 公子的床啊 床头床尾床后都有木板而围成 而得名满顶床 上面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兵马的图案 还是希望要么孩子从文 要么孩子从舞啊 都能够通过科考光耀明媚啊 对 是 这张床呢 也比较小 跟我们刚刚看到的轿子一样 一是古代人身材娇小 还有一个 这个床基本上一米八以上的人 睡不进去睡不直 睡不直啊 对 所以说它比较小啊 一是古代人身材娇小 还有一个是 古代人认为睡觉要极气 吸收天地之精华 没有做的很大啊 明白了 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 今代的人的话 想床大一点 舒服一点 这是长知识 诶 这里呢是属于金宅的主人房 其实原先这里是有木板的 对 我也在想 我说这个床 那边一个床 直接就对着这个床 它是方便客人参观 所以它拆掉了 对 这里是属于金宅主人的房间啊 这张床大一点 一米八 这张床大一点 对 是的 而且那边有床座柜和脚踏啊 那边的脚踏 可以看到吗 是晚上压回睡觉的地方啊 他晚上还要给他的主人 断茶倒水的 丫鬟睡觉的地方 是的 就那么一小小的一块地方 就这一块啊 对 就等候在他的脚踏边上 主人要是你的丫鬟 半夜就不要起来了 一脚睡到天亮 一脚睡到天亮 哈哈哈 那轻松了呀 对吧 这个工这个工资拿得多爽 那这一块呢 我们看到的是 金宅主人女儿的房间 龟房啊 被称之为龟房 非常的小巧 你可以瞧一瞧 龟房就这么点大 对 这跟我们刚看到的 龟子房比起来 那三大块都是水龟子的嘛 你们就这一小小一块 对 那那个时候 还是确实是重男轻女 重男轻女的 对 男尊女卑 对 男尊女卑 古代女子她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十三上楼 十四盘头 十五十六就抛袖球了嘛 这是她住家前的一个主要流动场所 还是比较压抑的 就基本上不出门的啊 对 这里窗户还能打开 打不开了 打不开了 好紧啊这个 哇 这有点紧的 本来想给你 哎呦 哎呀 谢谢 是不是叫人在屋檐下哪有居住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其实是古代的一个相亲角 相亲角 相亲角 古代的相亲角 啊 就在这看看 一位金金长到了一定的年岁以后呢 就会有没人上门来明里暗里的表示 啊 我也 如果说是一位公子呢 他就会引到那个很适宜的位置 那么楼上的小姐姐就会偷偷的相看 啊 就在那个位置 坐在那个位置 是的 然后我们楼上的小姐就偷偷的相看一番啊 如果说对方是个帅哥 看对眼啊 就会对父母表示 愿定父母之言 就是 如果 OK 如果说 没有看对眼 就会对父母说 我愿终身侍奉二老 啊 是他的一个委婉的表达 以前古代人都挺委婉的 对 我们中国人就是讲 都挺委的 讲究一个含蓄美啊 对 没有那种窗户打开 进来玩啊 没有那种啊 没有那种 哈哈哈哈 所以说得看我一下 啊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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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小虾 去拍眼间 哇 这里拍古装肯定很美 老出片了 对 老出片了 对 老出片了 我之前也带过一个团 是来这里大概是 在这个山上 它本来是两三个小时就能结束了 它一直拍了四五个小时 哇 主要就在这转 一直在这拍 两对小情侣 两对小情侣 都说重拍重拍 我们这里是竹文化展示区 对 前面有来到的是一个竹文化园 他是在一个竹横的遗址上建立起来的 分为竹脂品 竹脂用和竹脂镜三个展示区 哇 这里面好凉快呀 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 稍后呢 我们将会走过竹脂米 了解一下竹子起源的一些基本知识 走过竹脂用 了解一下竹子从古至今的一些用途 再撑过竹林七弦这里 来体验一下竹子的深刻意境 再后去往熊猫馆 走过黄金桥 然后去金明村 特别回去做两次 我们到最后还是回到金明村的 对 我们现在其实就在村子里面 在村子里面 对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世界竹林分布示意图 世界上呢 就有三大竹竹区 亚太竹区 非洲竹区和美洲竹区 其他地方的竹子都是属于营种而得来 没有天然生长的竹子 那其中印度啊 亚太竹区里面的印度呢 又是世界上竹林种植面积最大的一个国家 我们中国的话是竹类资源最丰富啊 呃 中国是最丰富的 对 那我们丰富的 地大 主要是地大 地大五国 这一块 重叠着在太原竹林区里面 也就是云南西南部这一块的西村百大 有着世界上生长最高的一种竹子 叫巨龙竹 能够长到30米高 靠近我们那边 靠近我们那边 50层楼 对 10层楼 一层楼2米50 10层楼25米 30米左右 哇 像我们沿路走来呢 看到的竹子 刚刚也为大家介绍了嘛 是毛竹 那个毛竹呢 就属于钢竹鼠 钢竹 对 其中熊猫爱吃的剑竹 还有雷竹 雷竹里面是属于钢竹鼠 那熊猫吃这个竹子吗 嗯 熊猫吃刚竹鼠里面的雷竹 啊 你给他吃那个竹他也不吃 他比较挑 挑啊 对挑食 挑的 当时我们把它从四川那边运过来嘛 也是从成都那边过来的啊 对对 租过来的 租过来的 对租过来的 租过来的 现在熊猫只有租间没有买卖 啊 什么竹子还能开花 对对 没有见过 人们常说呢 竹子开花人要搬家 说竹子开花是一种不祥之兆 嗯 其实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说法 竹子呢 它是只有在濒临水汗虫害 环境恶劣的时候 它才会开花啊 嗯 并不是他先开花才导致的环境恶劣啊 是因为环境恶劣了 它才开花 跟其他的花不一样啊 其实花是一样丰富了才开 它是开死了 竹子开花 竹子开花开出来都是这样子 一般的麦穗 就像那个 那个 倒骨壳 那这个呢 就是竹子解的果实了 非常的神秘啊 因为竹子开花本身比较罕见 这个就更罕见了 相传这个凤凰啊 是非无同呼吸 非竹里不食啊 因为这个来做食物的 这个就是竹种子 对 厉害 往这边呢 往前走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竹子的一生啊 有竹笋 竹叶 竹肝和竹根 哇 你面前这块呢 都是由法尔玛林泡着的各个品种的竹笋 哇 看上去就很好吃 哈哈 嫩啊 对 各种什么 你们放放个什么 什么 那个沙拉酱拌一下 是吧 哈哈 是是吧 嗯 那时候笋 烧肉 啊 笋干烧肉 比那个笋干比那个肉要好吃 甜笋 那个甜笋 好像我们在台湾吃的那个 就是甜笋 真的真的像 真的像 它好像就长那个样子 好继续 哇 这个好大 毛竹笋 啊 毛竹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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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种粗笋大的毛 嗯 笋呢 它其实是在图里有多粗 竹子长大以后就有多粗 啊 在图里面有多少节 竹子长大以后就有多少节 对 这是在图里面就已经定性好的啊 哇 这么多粗 哇 这个竹子好大 对 这是在图里面向各位介绍的啊 能够长到30米高 直定30厘米的巨龙竹啊 这是它的一个节甩的部分 哇 这真的是很大 真的是很大 就是竹子的根啊 它分为散身形和竹根 竹根啊 竹根啊 右手边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啊 我们南山竹海3.5本毛竹嘛 毛竹嘛 毛竹的根就是这种散身形分散开来的这种啊 那从身形这种竹根比较紧凑的 那那其实它这种根生根了之后 其实是把这个土壤抓的其实是很紧的 因为它面积很大 是的 它每一根出来都是这样子 你想想看一整山全是竹子 其实就是外面像包了一层这个这个钢筋一样啊 整个这整个这个山 所以说一般长竹子的地方树不好长 嗯对因为因为它已经把它全部扒住了 对它的营养水分都给它吸收了 对对对对对 竹子的害虫啊 这是竹害虫 竹害虫 对 长得像鹅子一样 对 我认识这本来叫幼鹅子 非鹅虎 是幼鹅子啊 对幼鹅子 它是以竹子的叶子来为食的啊 你种的时候呢 就会导致这个竹子没有产量 所以呢 我们南山竹海也是进行了一个非常科学的 这里啊 对我觉得竹叶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 我觉得对于虫类 这个又嫩 对吧 又香 竹叶是很好的一种食物 所以这种这种竹子的这种害虫 其实有有很多的很多种 幼 这边我们脚底下看的是宝盒浙江无星前山样的遗址啊 反映的是最近时间约4200年至4000年也就是新时期时期 我们人类就已经在开始使用竹子了啊 那就是这边出土的竹编文印文桃啊 上面可以看到吗 这些都是由竹丝编织 然后印上去的一个文桃啊 复制品复制品 复制品 真品我们不会放在这里了 这是一个展馆 不是博物馆 那可以告诉我真品在哪吗 真品在浙江外边了 在浙江在浙江 在浙江在浙江 浙江俱财 浙江真的俱财 那这边我们有看到的是百诸牆的 就是各种年代 对 从第一期甲骨文中 从甲骨文就有 对 第一代书法家所书写的 哇这个甲骨文画的真的像两个鸡爪呀 太像了 真的太像了 这个甲骨文这个也是甲骨文 是的 这也是鸡爪嘛 这鸭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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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后面就像一点 后面就像了 对 你看到王羲之的这个版本非常多 王羲之的版本 唐代的 唐代的 王羲之的 很多 右下角呢 我们还可以唱到一个胖头语题 胖头语题 这也是我们的样子 幽默挥鞋的一种胖头语题 他唱的刚好代表的是 我们丽阳的天虎虾 锅鱼头汤 大口 威廉鱼 对我们昨天吃了 哈哈哈哈 昨天吃过了 昨天吃过了 在哪里吃的 我们在朋友的那个山庄 靖国山庄 可以 然后 还进他们的厨房 哇 然后那个厨厨师还教我们怎么做的 哦 你们也拍摄了视频是吗 对对对对 可以 有朋友 走遍天下 有朋友 没有朋友寸步难行啊 哈哈哈哈 这边我们来到的就是竹之用展厅啊 主要是了解一下竹子从古至今的一些用途 这里是传统没有听 嗯 两位嘉宾猜一下 我们这边是用竹子的什么部位来制作的山水平话 可以猜一下 这个应该就是外面的那层皮吧 对 这个就是竹子的地亚先生会演时钟 呃 这个是我们艺术家华尔南先生 嗯 呃 花费了一年的时间 从一大卡车中找出了几万张 来达到而出的天后和山水 竹特奇迹 这这太牛了 这太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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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这里的正管之宝 正管之宝 我觉得这个竹子还有用途 是不是可以做足底啊 对呀 有吗 足底吗 因为稍后我们可以看到它 足底啊 哎 那个不就是进猪笼吗 对 那就把人放你一放 然后里面搞点石头 石沉大海不就是这个吗 就这个 就是有点容易想到这个 容易想到这个 这个一个人往里一放 这个呢 您看到这个是我们都江夜水的工程中 哦 呃 呃 两种方法 哦 哦 对 这个 这个制水的时候 现在都用沙子和外面的编织袋 这以前都是用这个竹篓子里面放大石头 嗯 那起来一个节流的作用 对对 现在东江夜水还是用这种两种方法 啊 也是用这种方法 对 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用竹子制作的一些浓具 说话中的是比较常见的啊 啊 竹子做的乐器好像一个小一个笛子是吧 竹笛 啊 啊 啊 你是竹笛专业的 你真的假的啊 你都不知道吧 小陈导游 我们等会一定要找一个笛子好不好 哈哈哈 我找个笛子 我不行我想看一下 我的天哪 东哥 我跟你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我都不知道你是竹笛专业的 我的天 你都知道我是武士专业的 你自己气 这个叫竹蜻蜓 我们小时候玩的东西 小时候自己弄 有笛子吗 这边有 笛子 我不会扯 这有笛子 这个笛子 这个小 但它笛 它没笛膜 是想不了的 没有笛膜的 哎呦 你可以的吧 来一下来一下 来不了 我必须把这个洞堵住 它在那里想 你知道吧 所以我只能这个单手吹 笛膜有的 笛膜贴你来试一下 给它试一下 给它试一下 好了好了 哎不行 我要试一下试一下 试一下试一下 试一下试一下 试一下 试一下 谢谢 不行 我想让你才艺展示一下 这我难得逮到机会 冬哥跟我出来 出来那个一下 对吧 有点水 来一点水 你那个水外面搞点水呢 没水了 有水 有我的快速链 我们小程导演什么都有 真的厉害 试一下 不能往里面倒 编上就搭搭就行 哇果然是专业的 放手我吧 试一下 来展示 小拆 可能会太松了 对吧 有点尴尬的嘛 别别 你快点 别怯场 来一段 来一段什么呢 我们来 这个竹子后面 这竹子后面 对 对 我们来个 我们来个周杰伦的怎么样 请花瓷 真的是太厉害了 这个厉害 这个牛逼 这个都是现代的一些竹子品的一些工艺 这个外面是里面是瓷器是吧 然后外面编的这个竹编 这盖碗茶 编的很好看 就几大功能 一泡茶倒水不烫手 二是就一个缓冲的作用 不容易磕到碰到 这边呢 还有一个竹丝编织的熊猫 熊猫 嗯 它这个竹丝细到0.08厘米啊 相当于五人的一根童话丝弄的戏啊 也是由我们著名艺术家 呃 被传承人格宫里和弘斌先生 打造了什么的 真厉害 真的厉害 这个 它是叫东洋雕刻 你说竹子 把它编成一个正方形 长方形 圆形 圆柱形 那个是没问题 编成像刚刚那种 熊猫的这种造型的 其实 很很讲究功夫的 很讲究功夫 诶 这个不是 这不是清明上河图的 其中的一段吗 对 这个 因为对清明上河图的这个桥 是印象特别深刻的 对 它是由竹子来雕刻 然后把它编在一块 哦 它是 它是一条 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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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出来的 对 它是清明上河图的 这个阶线 那这边 这边向我会介绍的呢 是我们长州的三宝之一 流行竹客 长州有三宝 乱真秀 书碧 还有就是流行竹客了 一件好的流行竹客作品呢 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达到 诶 这个东西为什么少一个 梅兰竹局是吗 对啊 因为可能是在放不下吧 对 应该是梅兰竹局嘛 它就用梅竹局 对 这个打麻将打多的人都知道的 不通财 那没有我这个问题 问题大概都是什么打麻将 对 因为打梅兰竹局 春夏秋冬嘛 对 去花的嘛 对 我们南京麻将不去花 南京麻将不去花 对 它这个麻将的品种还挺多的 对对对 有很多的地方的打法啊 什么的都不一样 那这边我们看到的是 灰派的竹雕刻 竹雕刻 这个呢 是有整个竹 这个是竹根 对 这个应该是竹根 是的 上面这个老爷爷的胡子 可以看到吗 它这个就是 真正那个竹根的根须 非常考验大师 他对刀子嫌熟应用 在他下落之前呢 他就要构思好 雕刻成什么样的人物 哪里去哪里留 对对对 小陈导游跟我们说说 这有一个小兽星的这个竹雕 他说让我低下头来看看 看他的表情 他的表情 哎呦反光 有点委屈 委屈脸啊 这个太委屈了 这个是太委屈 这里有棘子的 你会写毛笔字吗 多才多艺的东哥 姓名提示啊 能用两个字提一个诗吗 提诗怎么提来 好我来写一下 多少钱 好 这个 我现在让这位老师 给我们写一下 我们逛吃 这两个字 做一首诗 然后再放到这个 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叫什么卷轴上 写在卷轴上 你是逛吃洗手诗 坐上面 对 写两句好了 写两句 对 对 就写两 写两句 就可以了 一个逛一个吃 对吧 就是逛吃 大概是什么意思 吃你们 我们有 有带所有的观众朋友 出去逛街 逛景点 吃东西 吃世界各地的美食 就是这个这个东西 对 请老师酝酿一下 找找灵感 对 吃便吧 吃便吧 是吧 吃便吧 这样子吧 有个对联一样的 逛达四海汇丰唱 逛达四海汇丰唱 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 吃便八方 吃便 吃便八方 那千祥 那千祥 哇 吉祥吉祥 嗯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吧 可以 嗯 好 老师开始写字了啊 我一直在管住一管 可以 对 对 就 对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风唱 吃遍八番 那千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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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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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